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戒定会 修什么解脱 解脱之见 修六根 六尘 你都是要在什么 一止焰 焰离的焰 一止离 一止灭 回向于舍 一止焰 一止离 一止灭 回向于舍 就是行者现在 已解释你当前 你愿意回光 去体会最初决心的 第一个下手的面目 为什么想说 那是第一个下手的面目 当你真正知道 是在决心上时 你还不愿意 担心流转于感觉吗 只是流转于 决心随缘之中 在缘分上的 缘分上的种种希望吗 当然不愿意 那叫一止焰 为什么一止焰 因为你念念 在体会什么叫决 想你只知道一止焰 我要焰离 我要焰离 但你心里面 根本不像你 本来面目中去认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根本不发福其心 你那个你要焰离 你要焰离 你抓着我要焰离的心 也就是另外一层 另外一种感觉 不断在内心之中 膨胀时 你是从 抓着一个焰离的感觉 欺骗你 你以为你真的离开了 现在一直在感觉 流转的感觉 这是不断的自我气量 所以如何真正下手 去还是一次不断的提醒你 你念念之间 就是一个根本 不能够违背 不能够违逆的目标 灭目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一纸大绝 那个一纸大绝 你说在哪一部经上 有如是说 法华经上 处处如是说 什么叫法华经 成佛的法华 法华经上如何 什么地方处处如是说 法华经上 第一句 太宗明义就告诉你 还是误入 佛之之间 你要相信 每一个念头当前 其实都是诀体 就是开始误入 佛之之业 所以你当你能够 念念之间 心里面有如是目标处 心里面有如是抉择时 你就会发现 你就不甘心 在流转于一切感觉之中 依止业 那依止业要有个目标 想要依止业中 没有念念之间 气象与绝 念念在阐迷如是绝体 你那个业 又是另外一个 感受之中的造作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讲说 要最初有业离心 就是要修醒了 外道都修业离心了 释迦牟尼福 玉城出江之时 到了普行邻中 看九十六种外道 都修业离 他们常进种种苦 则以为抓得如是苦中 结果他就叫做如是业离家 你止苦再断苦 那那种业离就是什么 因为那种业离 不是心中还有任何 绝对有他自己当下的目标 跟所求 是跟他潜在意识的希望 息迹嘛 但有所求如何说到业离呢 佛门之中 让你发了菩提心以后 在绝体上面 所说的业离是真业离 为什么叫真业离 因为绝 就是一切法的大种持相 你绝得业 你连绝得业都知道 绝得的是谁 你绝得的业离 都不是在业上造作的 更何况你还躲在执寿之中 还随他所执 过去随他所执 所以你觉得 背离于觉 心生惭愧 叫做燕 今天心生惭愧 这个燕 燕里都不住 为什么不住呢 因为你就会知道 绝得燕的是谁 我若是还躲在 我真有绝得燕中 燕里一切过去忘之 那我现在抓着这个 绝得燕的这个忘之 就是跟过去流转在一切忘之之中的业力 平等平等 相似相似 但是你不断地心性之中 这样维系洗礼 你要不断在心性之中 念念左观 念念首席的 你从第一句话开始 就要念念发生行者的绝观绝照 你才能够念念之中 你才能够启程 你将来 你突然有一天 你会发现 你在修行上的起心动念 已经似乎 由你现在的秉持 和目标了 发现 您就是 改ере 不断 对 平和 不断 路